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來個兒童剪髮大作戰 我們要洗髮 我們要洗髮 哈囉 今天來到浩雲剪髮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因為天氣太熱了 所以我們要剪走頭髮 好可愛 《紫荷炸魚》 《紫荷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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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做什麼? 夾著你的頭髮 夾著你前面的頭髮 不要剪掉不帥 用這個做什麼 好 開始 剪什麼頭髮 嗯 帥頭髮 剪什麼帥頭髮 和爸爸的好嗎 好啊 你喜歡嗎 你覺得爸爸好帥嗎 你上次說很想像我這樣 要不動 不要動 這個眼睛是炸自我眼睛的 眼睛 太厲害了 繼上次老婆髮型屋之後 今天就開一個媽媽髮型屋 我想我全程說得最多的一句就是 不要動 其實這個髮型是和爸爸一樣 都是把底部的頭髮剪掉 但是幫浩雲剪和爸爸剪真的累 一 一倍 真的想躺下 繼續叫他不要動 我想我應該也說了五十次吧 所以真的是兒童剪髮大作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從小到大都是我幫浩雲剪髮的 但是我覺得他小時候會比較穩定 反而到了現在 大了 三歲了 這次剪是真的很難很難 我們一直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冬天會留長頭髮 夏天就會幫他剪青 所以有一段時間 已經沒有跟他剪過頭 都是用剪刀收一下長度 到了這次拿回這部剪青機 幫他剪頭 他就坐不定 可能因為不喜歡的聲音 還有太久沒有剪過了 所以這次的過程真的相當之辛苦 其實剪男生頭真的很容易 浩雲這次剪這個髮型 其實跟爸爸是一模一樣 是我唯一一款最拿手的髮型 就是把梳貼著頭皮打直 拉出頭髮 然後剪掉 其實就可以了 不過因為全程的過程 浩雲實在動得太厲害了 所以會有一些一塊塊的情況出現 所以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 補爛啦 我去到後期已經抓緊他的頭 我發現太溫柔對他是沒有用的 溫柔是不可以戰勝的 你們看看還有一些一塊塊的 那唯有繼續補爛啦 究竟要補多少次才完成啊 我想快點剪好啊 剪一下他都有點頂不順了 爸爸給了一顆糖去吃 之後他都很乖 繼續給我剪 唉 給他一點甜頭吧 太好了 尾聲啦 進入大直路 加油啊 媽媽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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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雲 其實媽媽知道 你已經很有忍耐力的啦 哈囉 你好 我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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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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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沒有了 我給你 沒了 那好吧,我們看看正面 正面 謝謝大家收看,拜拜